一大早 进入去与会厨房 火炉全开 与会团三十人员 忙着准备餐盒 一会儿炒蛋 一会儿翻搅红萝卜 满满的菜色 不止这些 上头还放上一大片鲸鱼 这种鱼吃得最好 没有至少 然后营养成本又高 餐盒看起来超澎湃 不止使用当地海港的当季鲸鱼 还经过营养师调配 也花比较多的时间烹饪 因为这些全都要送给 社区长辈便当 得要严格把关 进入去与会 理事长简建辉 亲自送便当 送完新封礼 一会儿继续送餐到其他社区 谢谢 谢谢 这个我们进入去一位 会尽量帮助我们这些社区的老人 来用那个跟这个罗氏团体 尽量来帮助他们 有些真的 我们台湾因为年纪老化的关系 所以说很多老人都是赌鸡老人 还有罗氏团体 我们尽量在社会用一份力 来照顾我们这些老人 有些人就丁李章 他很照顾我们西风这些 老一辈的李明 我们跟丁李章鼓掌一下 我们跟丁李章鼓掌 大家都很想跟丁李章鼓掌 常态下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很多 一百多个这样爱心便当 我们拼的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们必须是一个协会而已 所以说我们这很多 很多人支援我们米 但是还其他菜 现在好贵好贵 所以我们就撑的 我们都快撑不住了 还好感谢我们理事长 我们京理事长这么爱心 来我们这边送 一个礼拜基本三天 每个礼拜三天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减轻很多负担 而且让他们吃得更丰富的蛋 但我们因为经济急需 所以我们用的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菜色非常丰富 所以感谢理事长 这样子让我们大家吃得更好 金融区议会在农委会补助下 成立了绿色照顾班 除了活动 更是周周送餐 要他们吃的营养 我切菜骨也有很多 都三行 还有还有鱼和肉 好丰富啊 比我们煮的还好吃啊 是不用自己去买啊 对啊不用自己去买啊 谢谢啦 怎么说老人家 有时候中午在烦恼 说要吃什么 对啊两个老头子 年轻人都在上班 没有住在一起啊 这样这个很好啊 对我们老人家很好 对啊怎么说 吃饭吃饭吃饭 这样送餐对于老人家 其实像说行动不变的人啊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我这样送餐的话 他们中午不用再拜托 或是去请那个什么 部分大买都要钱 因为刚好余慧有这个活动的话 给我们送给这个独居老人 跟那个双独居老人 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好 与会结合了在地特色 准备特制便当 还贴心的送餐 又让长辈们吃得开心又健康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